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 很快的 疫情爆发至今已经一年多了 你们都好吗 在这段日子里 因为疫情的缘故 大家在家的时间就多一些 这可能带来家里有一些的变化 我和家人就在这些日子里 开始种植了一些植物 心想这不但可立化环境 也能净化空气 起初当我们看到植物开始长新叶子 冒出芽 长开花等 充满生气 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而逐渐的 我家的植物越来越多 两天前数一数 竟然有六十棵这么多 我们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发现当中的一些植物 长得不是很好 而且越来越不妙 虽然我们尽量给它们 适当的养料水分和阳光 但有些植物有改善 有些切公毁 甚至死亡 后来才发现 原来这些植物是受到亚虫的侵害 而且仔细检查之下 真是虾仑 原来已经有很多颗长的亚虫 这亚虫的繁殖很快 它会在植物的幼苗、润叶、茎和叶背上 吃稀植物的枝叶 使植物的枝叶变黄变形 花蕊败坏 省着整颗植物孤悔死亡 而且若不细心事长 根本看不出长亚虫的植物有何不同 这一发现 让我想到在门徒课程里 讲到最课题的时候 提到人的叛逆心 是比较我们起义的一些恶行来得深 我们明知上帝掌管宇宙万物 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应当降服在祂的主权之下 按祂的心意来活 但我们却对祂置之不理 因为我们想掌管自己的生命 想当上帝 这种悖逆上帝的恶 在我们里面成长 会像亚虫在侵害植物一样 初期自己魂难不知 毫无防备 别人也看不出 因为我们可能还继续有一些外在 我们只是越来越体贴自己 以及体贴自己看为重要的事跟人 如健康、事业、家人、娱乐等 而对上帝以及上帝的事越来越冷淡 我们的健康、事业与家人的需要 当然很重要 我们会驻尽失去属灵的勇气和活力 生命会越来越孤悔 无法活出荣耀神的生命 最后会灵性死 当我们家发现植物受到亚虫的危害时 我们必须把长亚虫的植物清除和检除 还得把长亚虫的植物和没长亚虫的植物隔离 而且还要观察一段日子 以确保亚虫完全远离这些植物为止 在清除的过程中 我们有点想放弃 因为其中的一些植物的泥土也长了亚虫 而必须更换泥土 倘若所有植物都必须更换泥土的话 那将是一个大工程 但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更深体会上帝对我们这些悲逆的人 是无比的怜悯、仁实、与忍耐 他从来没放弃我 否则我们早就灭亡了 他不离不弃地爱我们 就像浪子故事里面的慈父一样 等待我们回走 以他宁静 以享有神国荣耀子女的身份 弟兄姐妹 这不单提醒我们 他为我们世人所成就的伟大救恩 同时也提醒我们 他必要再来审判无人事人 彼得后诸三章十到十四节 更是提醒我们 当预备自己 等候主的来源 因为主再来的日子是突然的 那日子无人知道 只有主知道 我们今天能处在他宽容的时刻 所以当尽快回头会晤 在生活上圣洁 圣洁 敬潜 运勤复入 使自己没有灵云 无可指责 并切切仰望主的在来 至终可安然见主 因此 让我们不要满足于一些外在的敬情 而是要注重我们与神的关系 倘若我们的生活已不再以神为中心 就让我们尽快悔改向主 祈愿我们恒常地以谦卑敬畏的心 来贴近主的心 尊祂为道 常借着如今祷告 崇拜 以小祖聚会的蒙恩途径 诚实审视自己 以回应主的正当 致力活出圣洁 蒙主喜悦的生命 千功与本后主的在里 阿们